在自然中学习,也是一种反观的自习 洛义是蔡浅荣老师最常作画的主题 对大自然的敏感度以及对佛学的产物 使得蔡老师的作品当中,都能窥探出一丝是佛学气息 在学佛之后对人生的体悟更加透彻 蔡浅荣老师也向我们分享,大自然带给她的改变和收获 人跟自然的关机其实很微妙 很多大自然的哲理,甚至于佛法的哲理 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其实它是可以视线的 当然人是以人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观念 其实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 但是我觉得自然是一个相对人的另外一个主体 就所谓的相对的主体 那我们从自然身上其实可以看到人本身的一个反观的一个自习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以植物为观看的对象 我个人创作也是 一棵植物它从整个一个生长过程当中里面 如果它只是一个表象的现象的话 它就不再是 它不就是一种所谓的生长、开花、结果 或者是所谓的植物的一个落败 跟人的生命消产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更把这些表象去除掉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生命现象的这种所谓的循环 它不只是一种所谓的外在表现的循环 它会更呈现出一些生命的哲理 自然其实是人类的导师 从自然之中学习到如何生存 相对于大自然的伟大 自我的渺小更让人学会谦卑以待 以植物作为为观上说主题 去除坏在表象的成长过程 从内在观点去显示生命哲理循环的规则 落叶的起落也随季节更迭 也神出新的样貌 十方新闻 杨日带 简易连高顺 陈佛导